來南學家庫跟金門酒窗的客座 進一國三高粱的民族是全台灣最大 並和學家庫農會也收到古板高粱三亞文化節 哪有高粱產庫的男手做DIY 是能夠有體驗還有農地產品等收定頂 現在是來了很多民眾日前參加 我們台南開始種植高粱是最近這幾年的事情 很感謝農委會很感謝雪甲農會還有鹽水農會 在我們這個高粱的契作上也感謝我們金門酒廠 能夠跟我們合作 現在雪甲高粱的載重面積有高達800公頃 未來我們希望如果品質可以維持 以歡迎農民來這個儘量來種雜糧或種高粱 減少種水稻 我當中間已經是發表收配以台灣本土高粱 為完了所借責一股做氣格兩就三萬貫 這個新品也將在前台新版客座的六斤農會換修 那種高粱有什麼好處? 大家知道高粱酒在台灣的消費量非常大 以前的高粱都靠進口的 現在我們台南所生產出來的高粱在品質上 也符合金門酒廠的標準 所以就使用改進口為國產 一方面降低了成本 一方面維護了品質 第三方面也增加了農民的收益 客家座農會種的汽收提供可作高粱 先為客家的另外一種就是農散 減少進口又可以增加農民的收益 可以說是以它減利過 讓他試目的區塊 在前台上就會買一口 再為客家座農的 無法 我們對賣多了 然後我們對賣多了 我們對賣多了 我們對賣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